为了让大家了解新屋石户历史文化 负责石户故事馆营运的桃园市爱乡协会 特别邀请了环教志工们 自己编撰了符合当地生态的教案 让民众来到馆内除了观看石户文化之外 未来也可以搭配自编的环境教案 来深入认识新屋百年石户文化 石户教材编撰人员聚在一起讨论 要为石户文化尽一份心力 志工表示回乡参与编撰工作 让他更了解自己生长的土地环境与人文 就是跟爸爸做这些就是以前就是在外地读书 然后就是二十几年都没有了解自己住的地方 然后然后进来做这些之后 就是发现外园有那么多的东西 然后可以去认识这样子 跟我们理事长一起做这个环境教育的教案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可以透过参加环境教育的教案 我自己本身也能够更了解我们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 然后也希望通过环境教育的规划 让来的游客他能够不是只有淡淡 他能够很有收获能够带回去 然后也透过这样的环境教育教案的深刻体验 让游客能够发的奇葩他的觉知 然后能够真心地爱我们这个土地 爱湘协会理事长李仁夫表示 以往教案都是由学术单位提供 内容过于艰深 所以地方这一次自己编符合当地的环教教案 来搭配食户馆的内容 可以让来访的民众更加了解 爱湘协会在新乌沿海地区做导览也很多年了 那在过程当中 自从105年我们接受环境教育之后 开始发现一些深度跟正确性是必须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导览都自己的伙伴 自己编教材 应该叫做来跟朋友分享 那最主要是做教材导览的品质会比较奇异 再来是在地的设计教材比较深入 也且比较贴切 这有跟学者设的不一样 学者他的高度也许比较高 可是我们执行起来 可能也许会有些导览员会学没办法这么胜任 所以整个灵活度上就稍微不足 所以我们开始说 用我们自己调查的资料 自己来编写教案教材 那更能把这个食户的环境的影响力 是希望更能影响更多人来就终环境这一块的概念 李仁富说 目前偏好的两部教案正在送审中 内容除了食户 还有当地人文历史 以及沿岸环境植物等介绍 要透过图文以及生动活泼的教案 让来访的民众可以更快速又简单的了解食户特有文化 桃园有些新闻 董玉飞新屋采访报道